驾驶飞机从东京湾彩虹大桥底下飞过去 这是我的梦想 我还想操纵飞机翻跟头 荷兰翻滚等等 这些游戏里的操作 它早已滚花烂熟 没错 它是个飞机狂 疯狂的痴迷于模拟飞行游戏 自认为对飞机和航空事业了解颇深 可问题是 现在不是游戏啊 它正驾驶着一架 载有517人的波音747 在市区进行超低空飞行 根本没进行过专业训练的 它哪会开飞机呢 坐在副驾驶上的它 正手忙脚乱地操纵着各种仪器 而旁边倒在血泊中的机长 早已失去知觉 飞机的高度越来越低 300米 200米 境地警告不断地响起 似乎预告着坠机的命运 大家好 今天是奇幻观察室 我是童风 今天我们要说的是 一切扣人心弦的劫机事件 全日空61号航班劫持事件 那么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 这一架载有517人的波音747 能否顺利降落呢 就让我们穿越回1999年 回顾一下这起空难的细节 东京国际机场 又称雨田机场 位于日本东京都 大田区东京湾 多摩川河口左岸 因田海扩建 现为日本最大的机场 在Skytrax的年度全球最佳机场评级当中 雨田机场曾多次被评为 仅次于新加坡张仪机场的世界第二架机场 不过曾经的雨田机场 却有着严重的安全隐患 我们今天要说的故事就是源自这里 1999年7月23日 这一天是日本属下的第一个周末 正值北海道旅游旺季 大批乘客都准备带着孩子 牵去游玩 从雨田机场飞往新千岁机场的 全日空61号航班 正是个不错的选择 全日空航空公司 如今已是亚洲最大的航空公司之一了 同时也是五星级航空公司 以高准点率和优质的餐饮服务 而广受好评 当时的全日空公司 也是有口戒备的 因此这一趟61号航班 几乎是座无叙席 直飞61号航班的 是波音公司的大型宽体客机 波音747 注册编号为JA8966 该飞机经过升级迭代 驾驶舱只需要两名驾驶员 就可以完全操纵这个庞然大物了 客舱则分为两层 绝大多数座位在一层 少数座位处于和驾驶舱平行的第二层 上午10点50分左右 乘客们陆续登机 这一趟航班乘客多达503人 不得不说波音747是真的大呀 除了乘客 机座方面一共配有14人 总人数达到了517人 在登机同时 副机长古赫核心和机长长岛之之 正做着起飞前的准备呢 副机长古赫十年34岁 虽说驾驶经验不如机长 但他是个谦虚好学的人 年轻努力 前途一片光明 51岁的机长长岛之之 则是一位名副其实的飞行专家 直飞时长超过2万个小时 经验极其丰富 他大学一毕业 就进入了全日空工作 基于对航空事业的热爱 加上自身的努力 长岛的职业生涯是一帆风顺的 一个月前 他刚被晋升为指导后备飞行的副部长 另外他弟弟也是全日空的飞行员 哥哥则是另一家航空公司的飞行员 可谓是机长试驾呀 即便如此 长岛也没有骄傲自满 更没有升为前辈的驾子 他夸奖副机长古赫前途无量 古赫则恭喜长岛再度升职加薪 驾驶舱内充满着轻松愉快的氛围 而就在这时 机舱内来了一位奇怪的男子 他紧紧抱着自己的包 神色紧张地环顾四周 看了一圈之后 他来到第二层第五排 靠近过道的一个位置坐下了 周围的乘客也都注意到 他极度紧张的神情 此人正是开头所提到的飞机狂 希泽玉斯 坐在他旁边的一位44岁男子觉得 希泽实在是奇怪的 先来无事 他就拿出纸笔 将情况记录了下来 奇怪的男人 身高1米5到1米7 黑色镜框 白色衬衫 双手还有白色手套 左手一直拿着包 此时他还不知道 这本笔记将会成为还原案发现场的重要资料 时间来到11点21分 登机完毕 这一架载有517人的波音747顺利起飞 可经两分钟之后 希泽突然从座位上站起 并掏出一把长达19厘米长的菜刀 慢慢地向机舱后部走去 乘客们看到这一幕 不禁纷纷地往后靠 生怕这个疯狂的男人会突然向自己起来 人们也感到十分困惑 他是怎么把刀带上飞机的呢 全日空的安检不可能这么差吧 此时飞机还在爬升 姿态并不平稳 后排的空姐只注意到有个乘客正在走动 还好心地提醒道 这位乘客 飞机正在爬升 请不要离开座位 谁知下一秒 明晃晃的刀子就抵在空姐脸上 不想被杀的话 就赶紧带我去驾驶室 快 希泽大声吼道 空姐哪见过这驾驶 浑身发抖 连忙起身 听从希泽的安排 另一名空姐在希泽转身之后 就偷偷地通知了驾驶舱 机长和副机长听闻之后迅速反应 将领带取下 飞行地图拿到方便的位置等等 实际上 各家航空公司 都有应对这种情况的培训 摘下领带 是为了防止劫匪 利用其勒住驾驶员的脖子 拿出飞行地图 是为了避免多余的动作引起怀疑 此外 培训还提到 不要刺激罪犯 尽量满足对方要求 多给罪犯喝水 缓解其紧张的情绪 同时促进其尿意 当对方上厕所之后 便从外面反锁厕所门 控制住罪犯 当然 机组人员最先要做的 是由塔台联系 请求协助 很快 急促地敲门声传来 机长长导 将飞机交由副机长操控 自己则通过猫眼观察情况 只见希泽用刀抵在空姐背后吼道 快点给我开门 当时的驾驶舱 除了可以从内部开 还可以用钥匙从外面打开 可钥匙并不在这名空姐身上 他只能不停地敲门 请求机长的帮助 当时对驾驶舱安全的策略 与现在是有所不同的 航空公司是以 劫匪是正常人的前提 来制定规则的 公司认为 只要与犯人好好商量 都可以说服他们 不牺牲任何一个人安全降落 事实上 在此之前 日本也确实没出过 有人缘伤亡的劫机事件 随长导见此情形 为了保证空姐的安全 无奈地打开了驾驶舱的门 11点33分 门打开之后 希泽一把推开空姐 冲进了驾驶室 他用刀控制了机长之后 便好奇地打量起 驾驶舱里的各种仪器 蓝眼激动和喜悦之情 他心想 虽然之前参观过 波音747的驾驶室 可惜没上过手 根本就不过瘾 而那名44岁的男子 则一边观察 一边在笔记里写道 怎么这么简单 就把劫匪放进去了呢 这样 岂不是更加危险了吗 他还看见 被胁迫的机长 正通过手势 与副机长交流 可随着门被关上 乘客们也无法观察到 里面的情况 先去横须贺 迟到的希泽大声呼喊道 好的 要求改变航线 前去横须贺 机长戴着耳机 与塔台说道 塔台也是迅速应答 表示会引导飞机 前往横须贺的 看到本来往北 飞往北海道的飞机 被迫掉头 得到满足的希泽 一扫之前不安的心情 兴奋地对机长说道 把高度下降了900米 此话一出 机长长导是经得一身冷汗的 要知道 民航客机在爬升之后 一般的飞行高度 是要稳定在一万米左右的 虽说900米 撞不上楼房建筑 但是又撞上直升机和小型飞机 以及山峰的危险 所以长导很是犹豫 他向希泽确认 是不是自己听错了 没想到 对方态度极其坚决 长导也只能降低高度 往横须贺方向飞去 飞机的飞行还算平稳 所以大多数乘客还没有意识到发生了什么 很快 飞机到达横须贺上空 长导还以为 希泽只是想在横须贺的机场降落 可他又提出了新的要求 现在飞去一斗大岛 这就让长导搞不清楚状况了 因为自从捷机开始到现在 希泽一不要钱 二没有提政治目的 只是让自己一直的往南飞 他实在搞不清 这个捷机犯到底想干什么 但也容不得多想 他只能先满足希泽的要求 并尝试说服他 前面说过 这架飞机的座位分为上下两层 驾驶舱位于二层的前段 所以位于一楼约420名乘客 还不清楚飞机已经被劫持了 直到飞机离开陆地在海面上飞行 左边的乘客看到了海 右边的乘客看到了富士山 这在原本的航线上是无法看到的 不知情的乘客们开始慌乱起来 开始讨论飞机出了什么事 就在这时 希泽终于露出他的真实意图 亲自开飞机 没错 他以500多人的性命相要挟 为的就是自己操纵飞机 他一把揪住副机长 将他拽出驾驶室 机长长导则趁着这几秒钟的间隙 低声向塔台求助 副机长被赶出了驾驶室 劫机犯只有一个人和一把菜刀 偷偷求助完之后 他用十分和善的语气向希泽搭话 能稍微提升一点高度吗 一斗大岛这边有好多云啊 挡住视线是很危险的 不许上身 没想到对方是一口挥拳 接着令长导抓狂的情况出现了 只见希泽在副驾驶位上坐了下来 握住操纵杆开始疯狂摇晃 飞机现在处于手动驾驶中 这么摇晃是非常危险的 长导为了稳住飞机 费尽了9025之力 稳住了自己的操纵杆 因为主副驾驶柜的操纵杆 实际上是连在一起的 任何操作都会同步进行 发现飞机没啥大的反应之后 希泽气急败坏地大叫着 他不明白为什么自己操纵不了飞机 实际上如果任由希泽操控 想必不出几分钟就会击毁人亡 随后希泽不死心地摇晃着操纵杆 虽然机长很努力地在稳住 但飞机还是产生了摇晃 这时这场解难 已经不是机长一个人能够解决的了 11点46分 希泽要求向北飞往恒田基地 长导答应的同时 趁对方不注意 迅速开启了前往恒田基地的自动飞行程序 他似乎已经有了不好的预感 乘务员将二层客舱的老人孩子转移到了一层 十年53岁的山内纯二机长来到驾驶室门口了解情况 同位全日空公司工作的他 此行是前往北海道执行其他航班的飞行任务的 考虑到机上500多人的生命安全 山内当即决定制服犯人 这在当时的全日空公司 无疑是违反规定的行为 61号航班的副机长和乘务员连连拒绝 他们认为惹怒罪犯的后果不堪设想 殊不知 驾驶舱内的希泽已经愤怒到了极点 他终于发现自己操控不了飞机 是因为机长的原因 随即再度威胁长导 要求他交出控制权 而机长则是耐心地劝说 这很危险的 其他飞机你看不见 前面的山你也看不见 如果撞到的话 后果不堪设想 可话音未落 他就感到一阵剧烈的疼痛 希泽将刀捅向了他 突然遭越袭击的长岛没有任何防备 只是觉得意识逐渐模糊 在本能的抵抗之后 约11点54分陷入昏迷 此时疯狂的希泽为了能够亲自驾驶飞机 胡乱地开关飞机上的各种仪器 试图解除自动飞行 没想到误打误撞的竟成功了 飞机彻底落入他的手中 可只玩过游戏的他 又怎么会驾驶真实的飞机呢 在他的操控下 飞机剧烈摇晃并迅速下降高度 他想要完成自己一直以来的梦想 开着飞机从彩虹大桥底下传过去 随着飞机高度越来越低 许多地面上的人也发现了 这架超低空飞行的航班 乘客们在剧烈摇晃的机舱中 显得惊慌失措 保持平衡都十分费力 就在这时 一位乘客大喊 他不就只有一把刀吗 我们干脆把他给抓起来 也许大家终于意识到 任歹徒这么飞下去 谁也活不了 所以一呼百应 几位年轻乘客立马起身表示 要给那小子一点教训 山内纯二机长见词 对61号航班的乘务长说道 所有责任由我承担 将驾驶舱钥匙给我 我们要进去制服罪犯 乘务长总算是同意了 并前往机舱尾部取钥匙 可敏锐的山内听到了警报声 那是不断响起的禁地警报 这意味着飞机距离地面已经很近了 随时都有坠机风险 在曾经的模拟训练中 这个警报就代表着坠机 而此时飞机距离地面仅有200米 地面上的行人 甚至能感受到行驶带来的气流 糟糕的是 这架飞机还有约1万升的燃油 如果飞机撞向地面 附近300米的范围内都将遭受波及 大火会吞噬一切 而此时的飞机正在市区上空 下面是成片的居民区 如果坠机 无疑会成为日本历史上最惨重的空难 山内机长意识到不能再等了 立马招呼几位乘客 一起用满力撞开驾驶室的门 得亏当时的舱门不够牢固啊 一次就撞开 要是放到现在几乎是不可能的 进去之后 几位年轻人控制了希泽 将其拖出驾驶舱 山内机长则牢牢握住操纵杆 用尽全身力气抬身飞机 在他的努力之下 飞机机桃终于抬起 并开始快速上升 以为得救的山内机长心里满是激动啊 可突然 飞机因为失速又掉了下来 原因是飞机在急速上升时 没有给引擎足够的推力 可此时的山内必须要稳住操纵杆 如果再去操纵油门杆 飞机必然会瞬间下坠冲上人群 这使得他满是绝望 想到飞机上的乘客们 他不免心生愧疚 就在这时神奇的一幕出现了 油门杆竟然自己动了 并推了上去 飞机立马稳定并开始爬升 危机就这样解除了 原来是长岛机长 在失去意识前开启了自动飞行系统 其中包括了自动驾驶和自动油门 这两个系统是分开运行的 之前希泽误打误撞关闭的是自动驾驶 而自动油门还在正常运行的 两位机长在不同时间的决策 拯救了机上所有人的性命 经过飞机上一位医生乘客的诊断 机长长岛之之 身中树岛 失血过多已经去世了 至于劫机的希泽 则被乘客们用领带和皮带绑了起来 被制服的他还不停地喊着 要操纵飞机穿越彩虹桥 危机解除之后 山内机长将操纵权交给了副机长古贺 自己则代表长岛机长开启了广播 各位乘客 我是机长 本机被劫持了 但犯人已经被控制 现在我们准备返回羽田机场 本机可以安全着陆 请大家放心 随即 机舱内爆发了热烈的掌声 乘客们喜机而起 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12点11分 61号航班安全着陆 山内机长双腿颤抖着 从飞机上下来 他仍然心有无忌 如果不是长岛之前设置的自动油门 我可能就是害死所有人的罪人吧 他心想 61号航班劫持事件 是日本首次发生人质死亡的劫机事件 航空公司这才意识到 不是所有劫匪都是能被说服的 劫匪进入驾驶室 威胁的是全机人的姓名 不仅如此 对于罪犯西泽玉斯的调查 更是暴露出机场的重大失误 西泽玉斯 1970年9月8日出生于东京 小时候的他十分乖巧好学 是典型的别人家的孩子 经常补习到深夜 沉寂一直名列前茅 对此他父母自然很是行为 但在同学眼里 西泽不擅长社交 几乎没有朋友 他只知道学习 是个孤僻的书呆子 据说他小时候因此 遭受过不少校园暴力 少年时代的他 开始对飞机和电车感兴趣 他的梦想 就是成为一名骄傲的飞行员 后来考上一乔大学 彻底沉迷于航空事业 钻研各种航空书籍 还记住了羽田机场 30种以上的走路路线 这使得他很爱玩模拟飞行游戏 驾驶着游戏中的飞机 进行各种极限操作 又或者单纯的看看风景 这成为他唯一的娱乐和精神寄托 大二的时候 他为了近距离接触和了解飞机 他去羽田机场兼职搬运行李 虽然很辛苦 但他却乐在其中 存下来的钱 他又拿去买机票 乘坐了日本各种各样的航班 体验过不少飞机 俨然已经成为资深的飞友 每当他看到机长从身边走过 眼里满是羡慕的目光 他告诉自己 未来一定要成为飞行员 但是父母似乎没有教导过 希泽该如何面对失败 毕竟 他的学生生涯 在他的努力下是一帆风顺 他坚信 只要努力就会成功 他信心满满地 参加了日本航空 全日空航空 日本加速航空的入职考试 他自认为 凭借自己多年的钻研 被录取问题不大 可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三家公司都不要他 失望至极的他 只能在一家铁道公司上班 但对于这份工作 他始终打不起精神 心里装的 依旧是飞向蓝天的梦想 所以浑浑噩噩地 干了两年就辞职了 从此之后 他再也没能走出 落选的挫败感 对于航空的热爱慢慢就变成了执念 他没在上班 而是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没日没夜地研究航空书籍 累了就玩模拟飞行游戏 身体日渐消瘦 性格也是大变的 对家人更是大吼大叫 父母始终不能理解 为何昔日听话懂事的孩子 会变成这般模样 1998年 希泽被诊断出患有精神分裂症 和反应性精神障碍 医生开了大量抗抑郁的药 陷入低谷的他曾多次尝试轻声 还被警方强制入院治疗了两个月 但并没有多少成效 有一天 憔悴的希泽 正盯着雨天机场T1后期厅的图纸发呆 突然一下子 他两眼放光 洗出望外 他结合之前在这里坚持的经验 竟意外发现了机场的一个漏洞 理论上 利用这个漏洞可以绕过安检 将凶器带上飞机 这可是个重大安全隐患 希泽十分激动 他觉得自己果然是个航空业的天才 发现了所有人都没注意到的问题 要是自己把这个漏洞上报 想必一定会被重用吧 但他并没有急躁 毕竟只是理论嘛 为了验证自己的发现 他特地前往雨天机场 自费购买机票进行了实验 不出意外的 他两次都轻松地绕过安检 直接上了飞机 他确定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安全漏洞 随即他写了一份有关机场缺陷的报告书 实名投机给了交通省 东京航空事务所 日本机场大厦诸事会社 三家航空公司 各报社等等 他的报告书态度诚恳 逻辑严密 不仅将安全漏洞指了出来 甚至连入侵路线和方法都写得十分详细 最后附上机场该应对的方法 对于这根救命稻草 西泽是倾注了非常多的星险 他坚信自己的报告会得到重视他 他这个人才会被发现的 甚至会提供给他工作机会和奖金 事实上 当局收到西泽的报告之后 确实很重视 立马就开展了会议 进行了调查和研究 会议确定了安全漏洞的存在 但也就仅此而已了 没有下文 或者说他们的想法是 问题不大 先拖一段时间再说 因为仅仅增加警卫这一项改良 每年至少需要增加 一亿日元的费用 这可不是小钱了 最终这件事 居然就这么不了了之了 而西泽还一直在等着答复呢 在家等了一个多月的他 是心机如粉的 没人联系他 他就主动打电话 给机长询问情况 还提出可以雇佣他来当警卫 作为回报 结果机场方面的回答是 安全漏洞还在调查 就职的话 我们这边人手也够 实在是抱歉 我先挂了 被敷衍的西泽是气气败坏 之前被三家公司拒绝 好不容易找到救命稻草 又被无情拒绝 他是越想越气 最终走向了极端 经过几天的苦思冥想 西泽决定劫持一架波音747 然后操纵飞机实现他的梦想 他要用自己的行动证明 机场是存在漏洞的 于是他仔细研究了行动路线 并埋好了包和凶器 母亲看出西泽的不对劲 偷偷打开他的包 发现了刀 以为儿子又要想不开 便把包给藏了起来 怒火中烧的西泽 一拳打在母亲脸上 敲了包跑出扎门 时间来到1999年7月23日 蓄谋已久的西泽 开始了他的疯狂计划 早上6点左右 他来到宇田机场服务台 购买了两张机票 一张是6点45分前往大阪 并将带有刀具的包办理了托运 注意哦 虽然刀具不可以随身携带 但考虑到托运的行李 与客舱是分开的 所以当时的刀具是可以办理托运的 另一张就是10点55分 从宇田机场前往新千岁的 61号航班机票 6点45分 他与被托运的刀具 一起飞往了大阪 7点45分 到达大阪之后 他马不停蹄地购买了8点50分 返回宇田的机票 并再一次将行李托运 10点07分 西泽顺利飞回宇田机场 并取到了装有刀具的行李 关键点来了 通常来说 旅客们取完行李之后 就要从出口离开 可西泽却是直奔厕所 做最后的准备 戴上眼镜和手套 稍作伪装 然后将装有刀具的包随身携带 逆人流而行 从员工专用楼梯 直接到达二楼的出发口 而这个员工专用楼梯 正是西泽发现的漏洞 这个楼梯本来是为了方便 一楼和二楼的员工换班使用的 但实际上所有人都可以从这里通过 既没有警卫也没有门禁 换句话说 任何人都可以乘飞机到达雨田之后 拿上行李 从这个楼梯到达出发口 最后等来目标航班 即可以直接登机 期间没有任何安检 正常途径前往出发口 需要经过安检口 随程行李也会被扫描 即便是小剪刀也会被当场扣下 所以西泽认为这是个重大安全漏洞 虽然他之前写信提醒过机场这个漏洞 但此时的员工专用楼梯 也只是多了一块告示牌 提醒乘客侮辱把 西泽很轻松地就到达了出发口 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怀疑 抱着 截一次机你们就会明白我是正确的 和想要成为飞行员的梦想 他登上了61号航班 最终两成悲剧 案发当天下午两点 殉职的长岛接长妻子 被一群记者堵在门前 这时的他才被告知 丈夫已经遇害了 之后长岛家属向劳动局 提出了工商申请并被通过 劳动局认为 长岛是在旅行 其保护乘客和机组人员的职责是遇害的 这也是日本关于截击事件受害者的 第一个工商认定案例 时任首相和交通大臣 授予长岛机长荣誉勋章 以表彰他客进职守 舍己为人的英勇表现 同时 每年的7月23日上午11点54分 所有全日空员工 都给默哀一分钟以纪念他 61号航班的所有机组人员 也因此获得了北极星奖 该奖被认为是民航界的最高奖项 果断的山内纯二机长 也受到了社会贡献与支持基金会的表彰和嘉奖 至于劫机犯西泽 警方调查后才发现 原来就是他提供了雨天机场的漏洞 并利用漏洞进行劫机 这次上面终于很重视了 案发两个月之后 到达旅客回流防止工程终于开始了 不仅增加了警卫 还新增了防回流闸门和各种措施 彻底解决了西泽发现的漏洞 如果当初高层就能重视西泽的提案 第一时间做出反应 那么悲剧就不会上演了 虽然西泽被当场逮捕 但对于他的审判 却推迟到了五年之后 他的精神问题成为定罪的关键 西泽在供述中说道 自己只是想开飞机和证明漏洞的危险 而且会在劫机之后自禁 从没有想过连累机长和乘客 辩方也主张西泽是受药物影响 是在异常精神状态下犯案的 但法官认为 他虽然生患精神疾病 但是有行动和判断能力 且事前准备相当充分 显然是有预谋的犯罪 2005年3月 东京地方法院最终以劫机罪 违反枪刀法等罪名 判处西泽玉斯无期徒刑 好了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故事了 如果你喜欢看我的影片 可以点赞订阅 并开启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大家任何影片了 那我们下期再见